PS5游戏推荐有哪些好玩的游戏 这集推荐的都是魂游戏 难度特别高的游戏 适合反应速度快的玩家 同时又喜欢挑战 屡战屡败 屡败还屡战 越挫越勇的玩家 首先第一款 只狼影视二路 这是2019年的TGA最佳年度游戏 四年时间卖了1000万份 这款游戏的教程特别简单 这是公 这是房 这是伪名嫌疑狼 但实际上没玩过魂游戏的小白玩家 打起来非常费劲 需要看大量的视频教学 并且加上自己反复的训练练习 才能过一两个小暴走 而且游戏还不能调难度 也不会自动降低敌人的难度 也不能克金 我们玩家唯一能做的就是 学习和练习 只能靠自己去攻克难关 攻克不了怎么办 也有个好方法 那就是光棚版出二手 目前还能卖个小300块 只狼数字版实际价格是199港币 好多年了 第二款老头环 学名二灯法环 这是2022年的TGA最佳年度游戏 一年时间卖了2000万份 今年6月21号还会发布新的DLC 黄金树之影 估计又能充一波销量 PS5版游戏本体加DLC 卖599港币 你感觉怎么样呢 老头环的游戏难度 虽然比只狼简单点 只简单一点 但它毕竟还是个魂游戏 记住了 只要是魂游戏 普通玩家都玩着费劲 老头环我也买过 玩了半年又卖了 但竟然没亏钱 我估计今年6月份 还会入手数字版加DLC 不为别的 就是为了凑个热闹 你们别学我啊 理性点 第三款 剑星 今年4月份发布的新游戏 目前是PS5独占 上面那两个都是全平台游戏 剑星属于类魂游戏 它可以调难度 最低难度 我这手速是可以玩的 但是属于勉强玩 剑星可以算是一个 可以入门的魂游戏 但是打击手感不太好 至于说女主的身材 和换衣服 我就不做过多评价了 因为我是一个正经人 第四款 浪人崛起 这也是今年3月份 发布的新游戏 也是PS5独占 但很多人认为 它不是个魂游戏 是因为浪人崛起的 最低难度玩起来 十分轻松愉悦 一点不像魂游戏 但是我也把它算进来了 因为这款游戏 一周末之后 解锁的暗夜模式 我感觉比只狼还难 像这种可以调难度的游戏 我认为很好 至少说 它可以兼顾到 各个水平的玩家 像我这种 又想体验魂游戏 但又苦手的玩家 可以在低难度的 浪人崛起里面 一展身手 玩上几十个小时 也不错 第五款 雪原诅咒 这是2015年的 PS4游戏 截止到目前 仍然是PS平台主战 都2024年了 能在PS5上玩到 1080p 30帧的画面的 知名游戏不多见 只狼在PS5上 是可以4k60帧的 极箭如此 雪原依然卖了765万份 谁说游戏不能30帧玩 况且这还是个高难度的动作游戏 雪原诅咒 是我买的第一款魂游戏 我下载了很多次 也删除了很多次 我一直有一种错觉 我认为我能打下去 第六款 黑魂3 这是我玩的第一款魂游戏 我的最好成绩 是把古达打到第二形态 后来就不能再坚持了 最后我用修改器 打败了古达 然后这款游戏 就变得索然无味 所以像这种魂游戏 虽然难 但是不能用修改器玩的 魂游戏和内魂游戏 还有很多 比如人亡 卧龙苍天隐落 匹诺曹等等 我做的这个PS5游戏推荐系列 如果大家喜欢看 我还会更新